用标枪列棋鱼是最环保的 也是渔会总干事比较重视的问题 而你知道吗 这标棋鱼的技术是远从日本而来的 这个港大都日本的造成 造成之前 总督府那边 台湾的总督府就已经找到去日本原来一个标记的 日本标手到这边来 教我们的汉人给原住民标记 那他们来的时候他们在标 那我们说这边 大概是不是支援海红色没有被破坏掉 而后经由日本总督府派人来成功 教授此技能给在地的汉人和原住民 从那时候就一直流传到现在 所谓跑的气温跟着跑 他会下来学俊 怎么固定在那边 然后伸手里不小心会缠住你的脚 我还觉得你没有 有人会想 而在成功地区 东海岸奇遇记又即将再要举行了 民众可以有空的话 不妨到成功镇 来走走看看 以上新闻是由郑慧如张玉成在成功的报导